在这个数位流量主导的时代 网络平台上的名人地位 往往与流量息息相关 随在社群媒体和直播平台的兴起 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实况主们 似乎拥有了一种超越常人的影响力 然而最近的一件事情 揭示了这种权力背后的阴暗面 一位知名的实况主被指控涉嫌侵犯一名18岁少女 这起事件的曝光引发了广泛关注 也让人们对网络名人权利与责任的深入思考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George Not Found 在YouTube和Twitch上都拥有巨大的人气 他是Dream SMP中的议员 曾与Dream和其他Minecraft内容创作者 携手打造Dream SMP的伺服器 在伺服器上进行角色扮演 做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这些内容创作者们也因为在Dream SMP 导致社交媒体平台上身价暴涨 获得许多人的关注 然而这些人气也为他们带来了 不少的麻烦 甚至频频卷入桃色风波 而最近George就被别人控诉侵犯 那么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 Dream SMP成员最近所发生的争议事件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记们吧秀 2024年3月10日 一位名叫KT Bucks的Twitch实况主 就在直播透露了一场震惊整个网络的言论 她爆料自己在参加Anaheim Vicon 的期间所经历的一段令人心痛的遭遇 KT表示因为受到Shelby勇敢爆料的勇气 她也要道出自己被侵犯的故事 在活动期间的晚上 KT和她的两个朋友们 在派对上遇到了某个实况主和其友人 虽然直播中她没有道出对方是谁 但网友们在透过种种线索下 得知对方正是Dream的好朋友 George Not Found 她表示他们被邀请到George的酒店房间 在那里他们喝酒聊天 声称这段期间George一直试图与她调情 KT觉得对方应该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但为了不发生不可挽回的错事 KT和她的朋友们就一起离开了房间 离开后George在IG上联系了KT 她在IG的简介填写了自己18岁 但在几天之后 相似的情况再次上演 KT和她的朋友们在之前网 George及其伙伴的酒店房间 那晚她表示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George和她的伙伴们也开始鼓励他们喝酒 让场面渐渐升级为酒桌游戏 还谈论起了敏感话题 KT也毫不保留地向在场的人承认 自己刚刚年满18岁 还有人生的第一次 随后George便以玩酒桌游戏为由 坐到了她的身旁 在众人的注视下 George借机触摸了她 还把手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 后来其他人都开始醉倒睡着 只有KT和George和其朋友仍然亲信 幸运的是双方都没有更进一步 但这并不能抹去她心头的不安和恐惧 于是在凌晨6点她决定离开 而George也选择陪同她一起出门 她还提到George想要让她进入电梯 营造独处的机会 之后还继续在IG上和她调情 这段时间以来 KT对跟大型内容创作者的互动感到兴奋 但渐渐的她开始怀疑这种感觉是否震荡 患上了忧郁 这个爆料引起了社群的热烈讨论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着 那个人是不是George 然而直播结束后的不久 George就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他会做一个严肃的直播来澄清自己 说自己目前正在积极地收集资讯和证据 坚称自己绝不会触犯他人的底线和侵犯他人 这项宣言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人们对他的承诺充满期待 但也存在着质疑和不确定 网络上的气氛愈发紧张 人们对George的信誉产生了分歧 期待着他所承诺的直播能够揭开真相的面纱 在直播中George说出了不一样的版本 他首次遇见KT是在Vitcom后的派对 那时Dream George KT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前往Dream的房间玩 起初George并不认识他们 但是他仍然加入了他们 并和他们一起玩了喝酒游戏 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疯狂的事情 尽管KT提到 他对George在得知他18岁之后 仍然不断调情感到不舒服 但George声称当时并不知道KT的年龄 他以为自己和一群21岁的人在一起 就默认他也是21岁 直到第二天 也是Vitcom的最后一天 George指出KT的朋友们 是自愿参与了派对 而且他们也没有强迫KT一行人喝酒 玩喝酒游戏也是KT 他们自愿提出的 后来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 George也坐在了KT的旁边 强调聊天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任何不妥当的事情 对方当时也没有表现得不舒服 直到他的朋友离开之后 他冲自己用手机求助来避免尴尬 但当晚的状况是 派对的游戏就是需要用到手机互动 甚至在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还有互相传短讯 这一个举动就和陶一一个人的内心举动完全不同 游戏的过程中 他们在沙发上互相依偎将近一个小时 George也搂了他的腰 他在直播中表现得很黑暗很可怕 但事实是 KT当时是没有任何的不是的 同时George也不记得KT在派对上 提到了他还有第一次和18岁的事情 但他承认了 自己的手有放在他的衣服底下 逐步升级到更亲密的动作 过程也确保KT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并不像KT在直播描述的那样迅速 另外 这是KT的房间跟Dream的房间在同一层 并不需要搭电梯 可是他还是送George到电梯前互道晚安 虽然他承认自己的确有用电梯故障开玩笑 但之后也有解释 这只是一个玩笑话 过后双方虽然有互传私讯 但都是开玩笑且友善的 一直到George发现KT的真实年龄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讯息给他了 后来女方在事后把George描述成大坏蛋 George认为是女方身边的人怂恿 才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 KT看完George的直播之后 在官方Discord群组里 表示他不想要透过提供证据 来使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戏剧化 强调他不希望受害者们 必须向所有人自证 才能被相信 他不想要陷入不断自证的循环 随着更多资讯和截图的发布 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事件的核心也会被模糊化 他希望让受害者们相信自己 并且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同时也希望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 接受KT让George继续拿出他其他的证据 表示他已经录制了所有的截图和影片来支持自己 让对方不用烦恼 如何用截图编排故事 说他害怕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内容创作者 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时就有网友提出了质疑 表示不管是不是受害者 谁主张的就得举证 认为他不出示证据 是要如何确认George的罪行呢 也有网友表示 在双方都提供证据之前 自己也不会选边站 且George分享了他的证据 而KT没有 虽然他曾作为一名受害者 也想相信其他的受害者 但是KT也必须要提供出所有的证据 才能够分辨出事情的对错 当晚的另一位在场者Dream 对那天的事情发表了一篇长文 根据双方叙述 他认为George的叙述更加接近事实 在那个晚上的所有互动都是震荡的 在所谓的侵犯发生之后 KT确实曾离开沙发 但在那之后又回到了George的座位上 甚至在他朋友离开之后 还特意留在了房间几个小时 他知道一些内容创作者 对Dream S&P怀有极大的怨恨 因为Dream之前就被匿名人士 恶意指控他跟未成年人调情 并发送带有暗示的信息调斗 而且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指控 诱拐未成年人 但是Dream也做出了影片 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虽然他知道KT不是其中之一的黑分 但他假设其他人的恨意 改变了他对George的看法 但对方却不相信George 没有看过他IG的简介 质疑一个拥有庞大观众群体的人 会如此冒险他的生涯吗 他解释 因为当时可以跟一个出名的实况主聊天 才会选择隐忍下去 不说出来 而他也收到了匿名朋友发来的讯息 说George众和KT不相抱抱 还附带两人的实际年龄 暗示房间的人都听到 他说过自己的年龄 即使在他的朋友离开之后 他本可以离开却再次回到房间 也不代表他接受George进一步的邀请 就算他真的这样想了 也一定要事先询问他先 对于两人的纠纷 许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网友认同KT的论点 在下手之前应该要询问对方的同意 然而George却没有 谴责男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要求网友必须停止替他辩护 而著名实况主Destiny 则觉得这对KT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教训 因为他在不够睡的情况下 在酒店房间喝酒 还跟里面的男生独处 可以安全离开是一个相当幸运的情况 XQC也提到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跟年龄较小的人出去玩 只会让你惹祸上身 确实在争议发生之后 George的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 他先是被Mr.Beast 从Fistables的宣传海报中删除 然后在过去30天 减少了大概10万的订阅者 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客观来说 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是George的名誉 还是受到了影响 眼见网上的言论 渐渐偏向支持George的方向 Katy的朋友MaxGG 在影片中直言 George和他的朋友 是一群恶心的侵犯者 他的朋友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很大的伤害 然而George却在直播上 否认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大骂George是一个27岁的男人 竟然将网络的炮火 集中在一个18岁的少女身上 试图利用年龄进行道德绑架 在随后的日子里 George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揭发Katy的谎言 像是他问那位匿名朋友 确认根本没有发讯息给Katy 证明那些指控是假的 但是双方都没有拿出 那位匿名酒的信息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双方说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而他当时也看见 大部分的人都戴着手环 手环是夜店里一种辨别 女子已经足够年龄喝酒的方式 所以他就误以为Katy 已经超过了21岁 至于Katy当时不敢离开座位 是因为害怕George 会利用庞大的观众群体去恨他 但George却解释 当时根本没有去在意这些权利名声 他只是想要和朋友一起愉快地玩耍 再加上 当时Katy的IG是商业账户型 所以他的年龄并没有显示 George也无法辨识他的真实年龄 接着他也向Katy道歉 并后悔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他不知道这会令他感到不舒服 也很抱歉当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 就碰他 虽然网络上目前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George也承受了应有的惩罚 而Katy则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 认为他是先接受了这样的互动 后来才选择翻脸 对于这件事情 玩家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而除了George发生了争议事件之外 也有一位Dream S&P的成员 卷入了风波 不过他并不是和Dream George一样 被其他人拿不出证据指控 就如开头所说的 Katy是因为Shelby的勇气 所以才站出来爆料 时间回到了2024年2月22日 Shelby在推特上 提到要公布重大的事件 在直播中 Shelby勇敢地提到了 他遭受前任物理伤害的经历 描述自己遭受咬伤 和鱼伤等的伤害 前任甚至不断地变本加厉 虽然声称不会伤害他 但直到后来咬得越来越疼 才训斥对方的行为 然而对方却说 他的忍耐度太低 反应太夸张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他还会向朋友炫耀他的所作所为 在他们的关系里 因为Shelby在交往中 持续受到物理伤害 导致他需要一个安全词 来确保自己 不会真正地受到伤害 但是对方却把那个安全词 当成伤害到他的基准 就在众人想这是谁的时候 这时有一位网友 根据Shelby给出的线索 揭露涉嫌对他做出伤害的 是Wilbert 就连Wilbert过去的团队成员 也站出来表示支持Shelby 说自己也曾被某人咬过 而且他不只对一个人那么做过 也有受害者纷纷站出来 分享被Wilbert咬过的经历 说因为被咬身体会有很多的瘀青 Wilbert的前女友Alice娘娘 也同样和Shelby 有着一样的遭遇 当时也遭受到了Wilbert的冷暴力 直到他决定停止这段感情 这篇贴文在推特上 获得了600万次的点阅 和3万次的转发 一位YouTuber也表示 又有一位内容创作者 用他们的权利来伤害另一半 只追求热度 金钱认知度的人 是有精神问题的 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Wilbert Swift 是一名Twit实况主 同时也是一位歌手和词曲作家 早期在2017年 名叫Suit House的YouTube频道而出名 后来在2019年创建了 自己的YouTube主频道 Wilbert Swift 截至今日 拥有595万的订阅者 他还在2021年成立了一个乐团 Lovejoy担任主唱 词曲作家和吉他手 爆料者继续在推特上 整理出他们情侣关系的启程转合 早在2020年 在Minecraft Championship酒上 Tommy就有提到了 Wilbert迷恋Xelby 在2021年 Xelby在推特上宣布 跟他的前男友Speedy分手 并且在同年的一个月之后 人们发现他在英国布莱德 跟Wilbert和Tommy合照 网友也发现到 Wilbert的幸运吉他播片 出现在Xelby的手机壳内 眼间的网友又经常发现 Xelby和Wilbert时常一起合照 并且一起出席了朋友的婚礼 同时间在Lovejoy的第一次秘密演出中 Xelby也有出现在现场 种种的迹象重视了两人的关系不简单 虽然两人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们的情侣关系 但是在Dream SMP和粉丝圈子里 已经默认了两人的关系 在综艺鼎沸之际 Wilbert对指控做出了回应 他承认在与Xelby的关系中 自己变得邋遢、无理 以及有自私的行为 他贪言自己的不尊重和自我中心 给前女友带来了伤害 并表示将积极寻求治疗 来解决和纠正 这些不可取的行为 然而尽管如此 Wilbert仍然坚信这些咬人的行为 是双方自愿且有趣的 因此出于对对方的尊重 选择了不公布私底下的对话 而这道歉文引起了众人的反感 有人批评Wilbert是为了自我辩护 认为只是互相不理解而导致的 试图诱导观众 却认为一切都只是误会 而不是所谓的迫害行为 面对这一次的事件 Dream SMP的成员并没有支持他 Tabbo表示 即使Wilbert是他的朋友 他也完全不会为Wilbert辩护 完全不支持他的说法 严厉反对这样的事情发生 Dream作为朋友 和前合作者 也对这件事情采取了严肃的立场 对他的举动和回应态度的不同时 感到失望 同时也对Shelby感到同情 并赞扬他勇敢站出来表态 Wilbert的好朋友 Tommy Enid 也说到当他准备好后 将会解决所有问题 同时也要观众们关心和支持Shelby 至于Fuza 也有在官方Discord里 提到Shelby的事件 对此事件感到十分痛心 并呼吁观众一定要支持受害者 在事件的后续 Shelby向所有支持他的人表达了感谢 并反对这种暴力行为 在这场争议的影响下 Wilbert的频道在过去30天里 失去了28万的订阅者 大量粉丝也选择不再支持他 关闭了他的粉丝群 这一反应也显示了社群对该问题的关注 和对受害者的支持 在实况主鸣声暴涨的背景下 被人诬告 趁热度 疑权谋思等问题时常发生 然而尽管遭遇诸多挑战 都应该相信正义和真相的力量 在这个数位时代 资讯的传播速度很快 但也容易受到误导和误解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警惕 不轻易相信传言 也不随意对他人进行指责 同时对于那些以权伤害别人的人 应该坚定地捍卫道德底线 并努力倡导 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环境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 有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而现在只需要一元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会有游戏相关的GIFO位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